好消息,安省将提高幼教薪资,而且报名学习幼教课程考取证书,还可以领到几乎全额的学费和生活费补贴。 就在今天,CTV新闻报道称,安省计划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工资,以解决人员短缺问题。 教育部长表示,需要数千名额外的工作人员来填补职位需求,并向幼教从业者保证,一定会做更多的努力。 省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2022年设定一个每小时18加元的最低薪资,并每年增加一加元,最多达到25加元。 但如今,安省预计会进一步提高薪资,幼教协会曾表示,幼教执政从业者ECE的最低薪资应该为30加元,也就是一年6万,而非ECE员工的最低薪资应为25加元。 那是否意味着省政府确实会往这个数字靠拢呢?我们认为很有可能,具体政策在近期就会出台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如果您希望从事这一行业,那么好消息,早在2022年4月,安省政府便推出了Better Job Ontario的安省助学金项目,新移民自雇,兼职人士均可申请。 可获得高达1万刀学费和1万8千刀生活费的补贴,只需要基础英文水平就能完成课程。 多姿处也推出了专门的早教课程,课程总时长仅10个月,并且安排实习。 实习结束后,多姿处还会为您安排雇主面试,加速入职,十分适合零基础,年龄偏大,英文水平一般的学生。 您好,我这边是多姿处,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? 哦,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,对吧?没问题,那我帮您。